路圈宜族苗族自治县地处滇中北部 是由滇入川的北大门 素有三水一江之地 宜歌苗武之乡的本域 全县森林覆盖率达56% 是昆陵森林植被最好的一个县 七月的路圈又到了一个山峻飘香的季节 而我们完美云南一日三十 本期的挑战地点正是神秘的路圈 这一次我们的外国友人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 又会给我们介绍哪些当地的美食呢 赶快跟随他的脚步一起去品尝吧 大家好 我叫金里 来自阿尔兰 今天是我第三次参加完美云南一日三十节目了 在前两次的挑战中 我发现云南真的是一个很美丽而神奇的地方 不仅能知道很多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美食 还能体会到当地的民族文化 这一次我来到旅圈 虽然对今天到来的挑战亦不所致 但是我有信心 同时也很期待 走 我去看看我今天的美食人物吧 啊 我的生物快来喽 啊 我的生物快来喽 让我看看 今天吃什么 早餐 白酒出耳块 什么鬼 一打扫我打门上 我喝酒吗 啊 午饭 羊蛋糕 嗯 这个可能理解 应该是那个牛肉 那晚餐 羊子 羊 羊子 我们的国家也有羊子 但是怎么可能做成羊羲 嗯 这个应该是我的钱 好了 那今天收到多少 有三十块钱 导演 下一次我给你六十块钱 你自己去试试 好的 我来看看 你会不会完全过得任务 好吧 三十块钱 太不分了 本期任务 一 早餐 吃鹿圈最具民族风味的甜点白酒煮饭 二 午餐 吃鹿圈最具民族特色的羊汤锅 三 晚餐 吃鹿圈最受欢迎的野味俊子宴 经理本期活动经费三十元 规定时间到晚上九点以前完成任务 挑战开始 在完成任务之前 我首先要找到我的美食香道 它究竟在哪里呢 这边有一个穿着传统的衣服姑娘 我去看看 可能是她 好 你好 你好 请问你是不是我的祥导啊 是啊 太好了 我叫经理 你好 甚至你很高兴 太漂亮了 谢谢 我的意思是说 姨父 姨父 当然你也是很漂亮 那麻烦你帮我一下 完成我的任务 应该可以吧 应该可以吧 什么叫做应该可以吧 你不是本地人吗 我是啊 但是我首先也知道你的任务 哦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在这里啊 在这里 你都看得懂吗 这个后两项我倒是能看懂 但这个白酒煮耳快 我不知道 那我们怎么办 没关系啊 我可以带你一块儿找 哦 走吧 好的 走 他不知道 一起粗糙 也太太帅了吧 啊 但是没问题 这是不是我的第一次 我每次会来找我自己的办法 走吧 强导告诉我 在寻找早餐之前 要带我先了解这个城市 非常肥大 能给Rocket 送给你啊 谢谢 现在正是裙子上市的季节 街上摆满了可是各样的裙子 所以晚餐人物我不用担心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我的早餐人物 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的吃早餐的地方呢 我们到半天了 怎么还找不到啊 没关系 我们再到前面看看吧 好的 我们再去试试 诶 这儿有一家 老板你好 你好 尽管你们在这里有白酒煮耳快吗 这个好酒都买也卖了 我们家都改行做那个农家菜了 那你觉得哪里可以去看看 前面那个有个农家的 请问一下 那个地方有吗 好的 好的 好 谢谢 谢谢老板娘 谢谢 拜拜 那我们到前面看看吧 走了 走吧 这个不是这个 刚才的人说过这个的 对啊 叫什么 宜人古寨 看上去比较贵 你觉得这么普通的菜 可以吗 我也不知道 试试看吧 嗯 你好 你好 请问你们这儿有白酒煮耳快吗 有 YES 那麻烦您了两回呀 现在快到吃饭时间了 走起来也比较麻烦 什么麻烦 老板我求你 是我的人物 我一定不迟着啊 那不如这样吧 一会儿我们帮你们做点什么 要不然是这样 有一个我们给妈妈盘子 我们就给你们走 妈妈盘子 妈妈 洗盘子 洗盘 好 妈妈的盲法 好了 行 行 那去哪儿 走 好 走 白酒猪耳快 是当地遗族 在庆祝节日时 才制作的一道甜点 先用自己家里酿制的甜白酒 勾兑出香浓的汤汁 再把切丝后的耳快 放入汤汁里煮软 最后根据口感 加上适量的红糖调味 就算完成 虽然做法简单 但是在曾经的遗族村寨里 流传着婆婆用酿甜白酒 和葱耳快 来考验儿媳的说法 所以要想知道 谁家的媳妇贤不贤惠 只要尝一尝她的白酒煮耳快 就知道了 好累死了 都怪我得想到 自作证明啊 大道好 只用我在厨房慢慢 还得我刷了汤子 关键了 经理 早餐做好了 快来吃吧 我来了 来了 来 请坐 太翻身了 是啊 只是怕你一个外国人嘛 吃不惯 所以特意给你加两个鸡蛋 谢谢你 从早上到现在 接近是你帮得最漂亮 单身 谢谢 好 开吃吧 好的 怎么样 有点酒味道 还有一点甜 它里面真的有白酒吗 是我们农家自己做的 甜白酒 它有酒的味道 但是没有酒的度数 吃吃那个鸡蛋 好 你先尝尝这个吧 嗯 是第一次 再吃过这样子 不错啊 真的不错 白酒煮耳快 开始我有点怀疑 可能是酒醋的饿作煮 因为我觉得这两样 食物放在一起 肯定不会好吃 但是结果却超乎我的意料 味道不仅好吃 而且甜而不腻 有点像我吃过的红蛋洗饭 虽然今天早上洗盘子很累 但是我终于可以完成我的任务 我吃饱了 诶 给钱啊 哦 我之前要知道这两个鸡蛋 也需要收钱吗 那当然啦 我知道那个有30块钱 对 你怎么不早说呀 怎么样 味道好不好吃啊 老板 味道不错 老板 味道挺好的 对啊 味道挺好的 这个是多少钱 哎呀 算了 这次就算我请客 哎呦 那怎么行 你最不给钱 他心里过不去 我心里也过不去呀 算了 不给吗 你们也过不给 就给10块的加工费算了 10块钱 给吧 好吧 好吧 那好吧 谢谢你啊 谢谢老板 不客气 不客气 欢迎你们一会儿啊 那经常等我们家的主客 那走吧 走吧 嗯 第一项任务 早餐 白酒猪二块 完成 早餐花去10元 30元减10元等于20元 早餐任务中 经理顺利地找到了一位 不靠谱的向导 最后用10块钱完成了任务 你最不给钱 他心里过不去 我心里也过不去呀 那么接下来的任务中 经理又会碰到哪些 不靠谱的事呢 二十一句实力了 带走 不要走开 精彩 马上回来 来到陆圈 最应该带走的特展 当属灑坝火腿了 陆圈人腌制火腿的历史 已经有上千年 灑坝火腿更是火腿中的代表 具有颠珠第一腿等美誉 每一只火腿都选用 撒罢猪的后腿做成琵琶状 在冰凉的撒罢地区 和轿子雪山脚腌制而成 敌眼特香味濃 色艳生态营养 是撒罢火腿的特点 也是提倡健康饮食的佳肴 经理 你看到了什么 这边有那个词 但是我一个都看不懂 这下面课的全是 我们遗族的文字 那这块石碑呢 它一共有450个字 主要是记录了唐宋时期 以强大的政治实力和经济实力 雄冠南照37部的 境内裸武部的辉煌成就 这也就是我们遗族 特别早的一块石刻 然后它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和文物价值就这样 哪有说那么厉害 那这个词怎么念 这个 好了好了 我们还是赶快去寻找 我们的午餐任务吧 那么午餐去哪儿 应该是在中平吧 想到只知道 带着我欣赏旅边的风景 一点都不着急 看来我要想个办法了 哎 游山从哪儿来的 我刚刚想借的 不错 不错 走了 你看 那边有羊 有羊怎么了 那还是活的 又不能吃 那你告诉我 哪里会吃那个羊汤果吗 这我也不知道 那当然你不知道 所以这一次你听我的好了 好吧 那走了 大哥 你好 你好 今天可以放你的羊吗 可以吗 可以 好的 我试试 我试试 你放不放 谢谢 放羊是为了想当地的老虾 他听羊汤果的事情 这样总比跟着想到 倒出下光的好 来 来 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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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放羊也不是一件放松的事 但是他们到处乱泡 根本就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那个东西很厉害 他们泡很快 那当然了 那怎么叫山羊呢 那个 那边有一个村子 那边就可以 可以吃那个羊汤果 你打听到了 对对对 那太好了呀 那我们走吧 好了 嗨嗨嗨嗨 怎么了 怎么了 哈哈哈 咱个犯了呀 哎 说的就是利了 带走 刚刚刚是你们犯了呀 是 什么 他问是不是我们犯的羊 不是 是我们的啊 什么啊 你看看你犯了呀 什么啊 过来专家都吃的了 他说羊把他的专家吃了 损坏了他的专家 真不好意思啊 大哥就对不起了 我不顾议他 但是你发羊们要小心 是是是 那对不起了 对不起 我可以怎么说 我可以赔他那个钱 但是你只有20块钱了 没事呢 我不算了 师父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骗你这里20块钱了 刷了刷了 应该是 不行不行 应该是 虽然不算那么多 但是 应该好了 姐夫 你还小心点 你再留就行了 对不起啊 师父 怎么办 现在你没钱了 那我们还去吃羊汤锅吗 这个没事 别担心 我自己找办法 不行 走了 走了 好像到了 哎 应该就是这家了 是吗 对 走 走 走 老板 来 两亲一样的 哦 好好 独正这个样子啊 当然是在这家区啊 小财心一直帮我们拍个 老板 你好 你好 这个应该是羊蛋糕是吧 嗯 好像这个怎么卖啊 哪一倍快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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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没钱了 怎么办 啊 老板 是这样的 我这个晚有个朋友啊 他给了一个公益节目 需要完成一件事情 就是要吃到你这个羊汤锅 但是呢 他身上已经没有钱了 你看 我可以帮助你那个洗汤子 你能不能帮帮他 没有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会说是做的小本身一弹 你得请你避得罢 他帮你照顾客人 对呀 帮你食材 我给你洗篇 我可以帮你洗篇 我帮你洗篇 做的小本身也避得罢 做工 做的小本身也避得罢 哎呀 外国朋友 跟我们一起吃吧 今天我们也过来 家里来了两个小人 真的吗 我好好了 太好了 走吧 走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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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话说 冬吃羊肉再人生 春夏秋时 亦抢身 在云南 羊汤锅 已经不再是一件稀奇事 但要说到 鹿鹊雪山脚下 石百花草的羊汤锅 那就另当别论了 将洗净切好的羊肉 扔进锅里 熬煮一个晚上 大锅中 新鲜的羊肉 和肥嫩的羊杂碎 上下翻腾 香味扑鼻 那尺尖流香的味道 无不刺激着食客的味蕾 我们的经理 在老乡的邀请下 来到餐桌前 他早已不顾颜值 在演口水了 这个应该是酒是吧 对 好了 谢谢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谢谢 喝了一杯 好酒啊 好酒 那我们可以吃了 可以可以可以 吃吧 吃吃吃吃吃 我也可以 这个也可以吃吗 可以 真的吗 特别好吃这个 它是一样硬是吧 那哪一部分 这里是皮肤是吧 热 热 热 慢点慢点 这些老乡告诉我 他们要参加华山节 可惜我有人物 吃不了 我原本因为 羊蛋糕只是和汤 没想到 确实煮羊肉 羊肉我们国家也有 但是做法完全不一样 这里的羊肉很嫩 味道更好吃 你 我看你 你多吃 马吵马吵 他出差 阿溜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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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 热 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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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 干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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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 干杯 第二项任务 午餐 羊汤锅 完成 放羊花费20元 20元减20元等于0元 在第二项任务中 经理因自作主张帮老乡放羊 失去了最后的20元 我 我在这里20块钱 最后跟参加花山节的老乡 一起吃到了羊汤锅 现在已经是身无分文了 我现在已经没钱了 那么接下来的晚餐任务 又该怎么办呢 不要走太精彩 马上回来 洞内一步一景景景景各异 洞内相互贯通 归附神宫 千丝百态 兵分成仙的景色 正向景出 冰河长廊 莲花宝座 灵霄宝殿 观音圣殿等奇景熟之不尽 让人目不瞎见 不得不钦佩大自然的神奇 轿子仙宫预计在今年10月1日 国庆节期间才真正向游客揭开神秘的面上 现在景区已经做好了一些迎接游客的准备 到时候还有更多的神秘 等待着你去发现哦 里面好冷啊 对啊 这里很热啊 经理 我跟你说 你是第一个到这个溶洞的人啊 外国人 哦 那为什么呢 难道这个不是一个旅客的墳洞吗 是 是 是 那人在哪儿 但是这个景区啊 要到今年的10月1号才正式开业呢 啊 当然还没客气啊 对啊 好 那我们走了 那我现在已经没钱了 妈 你到底带我去哪儿啊 哎 见不到了吗 你看 想这个故事 这个 那你肯定我在这里 会完成我的生活吗 我也不知道 不过一会我们进去找个老乡 试试看吧 走吧 好 我的香道 太厉害了 无论做什么都是我不知道 有可能试试看 等一会儿看 我发现了 这句都是他的口头唱 等一会儿 味道 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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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经理 快点快点 走了 团街镇 小遮孤村 是陆圈县正在打造的民族文化 旅游特色村 小遮孤村坐落于 遮孤河的左岸 遮孤河景区内 森林茂密和叉交错 在肥沃的森林里 寻找野生菌 简直就是一件 拖手可得的事情 哎 那边有人呢 大叔 你好 大叔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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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人啊 对啊 外国朋友 你好 欢迎 那个我想问一下 你们这里能做菌子宴吗 能做 可以嘛 你太厉害了 那当然 我就说嘛 我是本地人 跟着我 没错的 祖先生 我觉得有一点不靠谱 但是这个时候 你做得很好 谢谢 当时我们叫没有菌子 当时我们叫没有菌子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没关系 我们上上有 上上冬的事 这个没问题了 当时呢 那我们走啊 那我们走啊 我回家拿一下浪子吧 大哥 麻烦你下一次一口气说的话 好 好 好 要不是下次我的 真的 好的 好 好 我去拿浪子吧 走吧 鹿圈复杂的地形地貌 多种多样的森林类型 土壤种类 以及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 孕育了丰富的野生食用菌资源 每年7月到9月 鹿圈的集市上 就会摆满各种各样的野生菌 其种类之多 营养丰富 风味独特 是天然的绿色食品 没用啊 刚才他说过这里有菌子好多 但是我什么都找不到 啊 这有菌子好多哦 啊 这里有一个 嘿嘿 啊 哎呀 啊 哦 你的 嗯 哎 你们这边怎么样 找了好多的 我只有一个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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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的 大哥告诉我 这边树林是他最熟悉的 好的旧坑都是他之前就来过的 跟着他肯定能找到 但是我还是想自己试试 因为刚才翻译的事情 让我才想到面前很尴尬 现在是时候该我表现了 这个应该很好吃 嗯 很香 可能只有两个 已经有两个啊 哎 经理 这里很多 快点过来 快点过来 你快来看 不错哦 你看 那么多 今天晚上我们可以饱餐喽 对 大家谢谢你 带我们找到这么多菌子 这个叫奶浆菌 你知道为什么叫奶浆菌吗 知道 我给你做个实验 你看 有什么变化吗 有这个白色 对 它会出一些白色的 像奶浆一样的东西 所以它就叫奶浆菌 奶浆菌 嗯 嗯 好了 好 我肚子很饿 我们给你吃汗 那走吧 好啊 好啊 野生菌的吃法多种多样 因地方差异不同 做法也各有千秋 老乡家为了符合精力的口味 决定用铜氯菌和青秋菌做汤 先把水加上大蒜烧开 再把菌子倒入锅中 煮到汤汁粘稠就可以起锅了 当然 菌子除了煮汤 还能爆炒 先用开锤去除野生菌的毒素 煮到汤干再起锅用油爆炒 油中放入大蒜 大蒜能杀菌提香 能让野生菌的鲜味变得更加浓郁 接下来放上青椒 葱段等爆炒的剑手青 就可以起锅了 当然 就靠精力和大哥捡来的几个菌子 是成不了演习的 热情的村民呢 又拿来了撒打火腿 油干巴等其他佳肴 这一次精力终于可以大饱口福了 忙碌了半天终于可以吃到晚餐 我想大哥 我现在已经知道我没钱了 但是我还想要知道 这一菜需要多少钱 没关系的 这些都是我们今天上上自己采的 自己做的 不用钱 我讲的吗 大哥 谢谢 谢谢你的朋友 我要请你喝一杯 还有我的香道哦 喝一杯 喝杯 那么大的碗 我从来没有喝过从这个呢 很大啊 好 我们一家人 怠惰的 谢谢啊 垒垒妈妈 雷 color哦 驾档了 刚了 疯啊 好 是什么 art 这个呢是我们今天剪刀 是吧 这个是今天我们俩亲自去剪的那个剪 我们在这儿有一个柳丝的蘑菇 对 那个叫青头菌 来一碗 在我们的国家我不敢吃 我在这里要试试一下 来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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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乐 味道怎么样 真的好吃 尝尝这个 这个叫葱菌 葱菌 对 这里的人很热情 我知道吃野生菌的时候不适合喝酒 但是我还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激动 因为他们已经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家人 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这里离我们国家有一万两千多公里 虽然我听不懂他们在乘什么 但是我有了回到家的感觉 我把我当成了 我把我当成了一个人一样 六十二号 经理 你看 这是你的最终奖励 完美云南固域基金 人民帝一千元 谢谢你 成功了 好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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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云南 一日三喜 当地老乡热情款待 经历的晚餐没花钱 君子宴完成 挑战 成功 完美云南一日三喜 完美云南公益基金累计 两万四千零八十元 只有三十块钱 那么说吃那么多 啊 那边有一个传统的 都怪我得想到 此菜想好 哎呀 再来一次 都怪我得想到 此菜想明 忙碌了半天 终于可以吃到晚餐 啊 大叔 大哥 忙碌了半天 终于可以吃 忙碌了半天 终于我可以说 完美 好 谢谢 好 谢谢